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焦点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红色州不想要中国邻居 欧洲与南美洲关系的未来走向 台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进行最后的竞选推动 请大家收看 汽车制造商对特朗普威胁取消电动汽车补贴感到担忧 金融时报 美国汽车制造商担心 特朗普总统废除当选总统乔拜登的绿色能源立法 可能会削弱电动汽车EV的销售和投资 通胀减少法案旨在通过向美国消费者提供购买 使用美国或美国贸易伙伴提供零部件制造的车辆的激励措施 以促进国内EV制造业 目前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电池供应来自中国 中国还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理精链能力 周一批准的新规定还可能影响EV的普及 因为符合美国税收抵免资格的汽车型号数量 已从43个减少到19个 分析师表示 尽管在慷慨的激励措施地区 EV销售仍在增长 但在美国等大型市场销售增长放缓 中国官宣第三艘航母福建号气球 载入台湾上空 台湾选举进入倒数十天 中国官媒央视二日报道公开解放军军演画面 其中还罕见释出最新航母福建号的高清画面 包含首度曝光的电磁弹射轨道 此外 中国多枚空飘气球也飞越台湾上空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1月13日的总统大选前夕 中国官媒央视首度曝光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台湾1月13日的总统大选前夕 中国官媒央视首度曝光福建号的最新影像 包含过去从未正面露脸的舰首三座 可让舰载战机起飞的电磁弹射器 这也意味着 中国是除了美国海军最新的福特级航母之外 全球唯一拥有电磁弹射系统航母的国家 周二 二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播出中国陆海空三军演训画面 其中福建号被一艘较小的船只拖叶 其电磁弹射系统的所有三个轨道都在甲板上可见 央视引用中国官员的话表示 新的一年我们将争分夺秒 锐意进取争取尽快进入战备状态 福建号于2022年6月首次向公众展示 完全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 就先前的资讯研判 福建号航母比中国2019年成军的山东号和1998年从乌克兰购买 改装的辽宁舰吨位更大 技术也更先进 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环球时报》报道 福建号航母在试航前一直在进行包括计博在内的测试 一些观察人士预计福建舰试航已在2023年进行 该航母并于去年11月开始对其电磁弹射系统进行测试 路透社指出 除了美国海军的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之外 福建号航母将是世界上唯一一艘配备最新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 而中国版的电磁弹射系统也意味着福建号可以比采用华越起飞的山东号或路透社指出 除了美国海军的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之外 福建号航母将是世界上唯一一艘配备最新电磁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 而中国版的电磁弹射系统也意味着福建号可以比采用华越起飞的山东号 或提供更多种类的飞机起飞也将更加可靠和节能 这标志着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里程碑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周二、二日在北京严厉警告声中访台 大陆解放军当晚宣布 从上周四、四日、十二时至七日十二时 在包围台湾的六个海域空域展开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 八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微博上宣布 继续为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喊话 要在2027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之前 加强战备和军事技术的进步 一些美国高级军官先前表示 中国将在2027年后具备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官媒公布福建号更多影像之际 本周也正值台湾1月13日总统和国会选举前夕 台湾方面也持续公布 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周围进行军事活动 根据台湾国防部所周三 1月3日公布的资讯 三枚飞越台湾本岛上空的空飘气球 自台湾中部飞越台湾本岛 其中两枚空飘气球在飘到台湾本岛上空后 就消失踪迹 路透社指出 中国军机有时也会越过海峡中线 这条中线以前对台湾而言是非正式的屏障 但北京方面表示不承认海峡中线的存在 天奇、LG和Aeromat在智利会议中探讨理资源选项 彭博社 2021年底 包括天奇理业、LG能源解决方案和Aeromat SA在内的 全球电池供应链的几个重要参与者 与智利政府举行了会议 讨论政府的公司合作模式用于理提取 智利拥有最大的理储量 希望利用其理资源来满足电动汽车电池的不断增长需求 根据总统加布里埃尔·伯里克的新模式 国家将在战略重要的理业务中拥有控股权 而私营企业将保留对非战略区域项目的控制权 特斯拉也与政府官员会面 讨论电动出行战略 因为该公司计划在智利开始运营 LG与智利最大的理矿商SQM讨论了增值机会 而天奇和Aeromat则在智利心理政策框架下 讨论了投资意向 中国的比亚迪在规模上与特斯拉相媲美 它能否也达到特斯拉的全球影响力 美联社 根据销售数据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在2023年最后三个月超过特斯拉 成为电动汽车销量最高的厂商 特斯拉在整个年度保持了销量冠军的地位 但比亚迪的销量 在中国政府推动的电动汽车热潮下大幅增长 比亚迪和其他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崛起 对特斯拉和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构成了挑战 因为中国竞争对手正在进军海外市场 比亚迪在这三个月内销售了52万6409辆电动汽车 而特斯拉的销量为484507辆 其销售成绩得益于小型低成本电动汽车销量的激增 据Tech Insights报道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预计在2024年 在中国超过苹果的iOS系统 南华早报 根据加拿大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的报告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预计将在2023年 成为中国第二大操作系统 这一新的排名将使鸿蒙超过苹果的iOS 而谷歌的安卓系统将继续在全球市场占主导地位 Tech Insights将这一崛起归功于华为 在8月份推出Mate 60 Pro后 重返5G智能手机市场 该报告还预测 华为将在2024年实现稳定复苏 届时预计将推出鸿蒙下一代 为应用开发提供更多机会 红色之欧不想要中国邻居 外交政策 有几个美国州已经通过或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公民购买房产的法律 原因是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感到担忧 这些法律让人想起美国对东亚人的法律歧视历史 支持者认为这些法律对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的 但批评者认为他们是歧视性的延续了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然而这些法律面临着抵制 当地反对派阻止了德克萨斯州类似法案的通过 并对佛罗里达州的法律提起了诉讼 文章认为这些法律让人想起911事件后实施的反穆斯林政策 这些政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歧视穆斯林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 作者警告说 仅仅在法庭上击败这些法律 可能不足以防止以安全为名对某些国籍的歧视 由于监视和审查 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离开美国 新的法律威胁到全国范围内对东亚人的更严重歧视 作者建议决策者需要在国家安全关切和移民社区的福祉 以及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结构之间取得平衡 他们认为国家安全不应被用来证明歧视 并且将整个社区视为潜在威胁的政策 无法保护一个移民国家 文章最后呼吁继续对歧视性法律和政策进行警惕和行动 2024年值得关注的六场科技法律战 华盛顿邮报 美国正在考虑引入英国的儿童数字安全保障措施 以保护他们在网上的安全 今年 硅谷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法律纠纷涉及竞争 内容管理和儿童在线安全等问题 最高法院将审议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两起案件 这些案件将阻止科技公司限制某些政治帖子或账户 这些案件可能对社交媒体监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审查这些法律是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另一起案件将审查拜登政府是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 通过不当施压社交媒体平台删除用户内容 最高法院还将就两起反垄断诉讼对谷歌作出裁决 这可能对硅谷的竞争监管产生广泛影响 此外 行业组织正在挑战旨在保护儿童在线安全的州法律 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士林设计规范和阿肯瑟州 要求社交媒体公司验证用户年龄的法律 州和联邦监管机构正在审查 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指控其违反儿童隐私法 并在其产品中构建了具有成瘾性的功能 AI工具的版权诉讼也在不断增加 创作者们寻求对他们用于训练AI系统的作品进行补偿 最后 州立法者和儿童安全倡导者计划将英国的儿童在线安全保障措施引入美国 周三晚间新闻简报 改革英国党排除与保守党达成选举协议的可能性 英国每日电讯 改革英国党领袖理查德 泰斯坚决排除了与保守党达成任何选举协议的可能性 他表示相信选民希望惩罚保守党破坏英国的行为 另外 在伊朗 至少103人在两起爆炸中丧生 这两起爆炸发生在一群人聚集纪念被杀害的卡塞姆 索莱玛尼将军的周年纪念活动上 伊朗副总统声称 以色列对这两起爆炸负责 最后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宣布对汽车收取新的1.23亿英镑和1.67亿美元 费用后被指责对汽车主发动战争 由于台湾与中国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泰勒·斯威夫特巡演台湾风险太高 英国每日电讯 反对党国民党KMT声称 泰勒·斯威夫特取消在台湾的演唱会 是因为执政的民进党DPP 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言论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认为 民进党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是原因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对该岛屿加大了军事和政治压力 民进党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指出其他国际艺术家最近在台湾演出 台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进行最后的竞选推动 外交官 台湾的总统选举将于1月13日举行 竞选的最后几天 双方的党派攻击有所增加 候选人和政党之间的大部分攻击 都集中在总统和副总统辩论上 这之前还有三次总统政策平台演讲 和一次副总统政策平台演讲 争议的主要问题包括 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1992年共识 以及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提出的 改变台湾为内阁制的提案 正如我们在昨天的简报中强调的那样 民进党在总统竞选中相对较为领先 该党的蔡英文 领先于国民党的韩国瑜 和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 然而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蔡英文的领先优势开始缩小 这可能意味着 比之前预期的竞争更加激烈 乌克兰的新二手F-16战斗机 很快就需要更换了 以下是可选方案 英国美日电讯 乌克兰将获得18架荷兰退役的F-16战斗机 以增强其空中防御和地面攻击能力 这些飞机经过了深度升级 但并不是乌克兰空军长期需求的解决方案 在飞行几百小时后 这些退役的荷兰战机可能会对飞行员不安全 乌克兰空军需要可靠的战斗机 具备良好的雷达 强大的电子自卫系统 与远程弹药兼容 以及能够从简陋的飞机跑到起飞的能力 一种选择是购买更多的F-16战斗机 另一种选择是购买或接受瑞典公司萨博 SOB的英诗战斗机的捐赠 两者都具备良好的雷达和雷达干扰装备 并且全新的价格约为6000至7000万美元 F-16可以使用乌克兰所有的美国制造弹药 美国空军有许多相对现代的F-16战斗机储备 乌克兰可以获得足够的二手F-16战斗机来 重新装备所有乌克兰战斗机旅 并有时间规划其空军的未来 然而 美国国会中亲俄罗斯的共和党人 拒绝对2024年 为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进行投票 乌克兰可能在2024年11月选举后 不会获得任何额外的援助或美国制造的战机 瑞典可能是一个更可靠的盟友 而英诗战斗机 在能够从崎岖和脏乱的飞机跑到起飞方面 具有技术优势 然而 英诗战斗机的问题在于供应 萨伯的生产速度远远慢于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生产F-16战斗机的速度 乌克兰可以选择同时获得两种类型的飞机 并运营混合战斗机机队 以确保至少有一种现代战斗机可供使用 中国的马斯克对手推翻了特斯拉 现在 他正向英国进军 英国美日电讯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已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2023年第四季度销售了52万6409辆电动汽车 该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王传福 现在计划挑战全球其他地区成为公认的全球领导者 比亚迪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电动汽车市场上活跃 并且由于早期专注于电池生产 使其能够几乎自己制造汽车的每个组件 根据瑞银集团的数据 这使得比亚迪在成本上比传统制造商具有25%的优势 比亚迪多年来一直在英国作为英国主要的电动公交车供应商 并于去年三月开始销售其首款汽车海豚 售价为25490英镑 去年12月 比亚迪宣布计划在匈牙利开设其首家欧洲工厂 该公司是一波新兴中国汽车制造商的一部分 这导致欧盟对他们是否受益于国家补贴 以打压欧洲竞争对手展开调查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这里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内容 涉及到汽车制造 国际关系 经济展望 科技法律战 以及体育等多个方面 首先 我们了解到 美国汽车制造商对特朗普总统可能取消电动汽车补贴的威胁 感到担忧 这可能会削弱电动汽车的销售和投资 而与此同时 中国的比亚迪 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这意味着 比亚迪正在向全球市场进军 并具有挑战特斯拉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实力 在国际关系方面 欧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协议未能达成 这引发了对欧盟和南方共同市场 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的质疑 与此同时 中国与智力讨论里资源的开发 已满足电动汽车电池的需求 这显示了中国在全球里市场中的重要性 在经济展望方面 专家表示 全球经济在2024年可能面临疲软和技术性衰退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走向也备受关注 但有观点认为中国有能力推迟其经济衰退的后果 然而 我们还关注到体育界的一些新闻 比如乔丹成为NBA历史上第四位达到职业生涯3万分的球员 以及一些橄榄球和橄榄球赛事的重要时刻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 我们看到了全球各地发生的重要事件和趋势 作为观察员 我认为这些新闻反映了全球社会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变化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和合作 以及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和忧虑 我期待听到观众朋友们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